今天我們如果接受他的分刺 我剛才說了 我們不僅是過一個簡單的生活 我們也知道主在我們身上的心意 在這裡畢竟提供我們 我們接受這個分刺 主就會給我們有很多的光照 他說到有一個提供 他不知道他覺得他自己蠻好的 蠻完全的 後來他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他就拿性格挑戀三十年來核對他自己 就說照著性格操練三十年了 就覺得這個點不對那個點不對 就發現好像都不行了 那弟兄告訴我們這個不是神聖的分刺 的確我們若是向他敞開 接受他神聖的分刺 在他的光照之下 我們就能夠過一個正確的照會生活 而不是拿一個東西拿一個尺 來去量自己去量別人 在這個點我覺得在照會生活 我們要顧到這一方面 把弟兄姊妹帶到神聖的分刺底下 所以弟兄講啊 當我們交通到兒童親子 還有我們的聚會 在照會中的牧羊 特別現在非常強調牧羊 我們很需要的是這個神聖的分刺 來在一起不是只是談事情 談如何往前 是我們是要往前 但是我們是在神聖的分刺底下 一同的往前 然後弟兄告訴我們 這是我們要學的 學得更深 我們才知道 這位坐在諸天之上 至聖主理的 征照目理的指示 他正在過 阿們 阿們